那我们的老师是谁呢 释迦牟尼佛 就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要承诺释迦牟尼佛 就是从今以后就是我的老师 这个叫做归于佛 然后呢我们要承诺 我从今以后跟着释迦牟尼佛 干什么呢 就是要好好学佛法 这个叫承诺 这个承诺就叫做归于法 然后我们要承诺 凡是学佛的人 就是作为我的道友 他们都是我的道友 我要承诺他们才是我的道友 学西门外道的人呢 不是我的道友 需要有这样子的承诺 这个承诺就叫做归于圣 那么我们学佛的时候呢 需要有这个条件 我们学佛 学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和慈悲心的话 那没有老师怎么学呢 所以我们需要老师 虽然有老师 但是没有所学的内容 那有怎么样呢 那我们对我们自己没有用啊 所以呢需要有这个 需要归于法 法就是这个所学的内容 然后我们需要其他人的帮助 如果没有 尤其是没有僧众的帮助 我们几乎就是没有办法学佛 所以我们要承诺 我们依靠释迦牟尼佛 依靠释迦牟尼佛的法 依靠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学习 这个就是承诺 这叫做归于 So the Buddhist refuge really follows this analogy of a student in school for the purposes of our Buddhist study our teacher is the Buddha we rely on the Buddha as our teacher in terms of our curriculum or teaching content the Dharma provides this and we recognize as our classmates as it were our fellow students in the Buddhist path as the Sangha as our spiritual companions and it's through relying on these three that we and pledging to rely on these three that we take refuge in the Triple Gem 这个承诺 非常的重要 只要我们这样子承诺了以后 那就是我们就成为一个 表尊的 表尊的佛教徒 没有这个承诺 那我们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自己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稍稍想拜拜佛 这个就不叫 不叫佛教 不叫表尊的佛教徒 所以我们 必须要有这样子的 这个承诺 才能够成为 标准的佛教徒 归义这两个字的 字面的内容 简单的说 归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依靠 依止 依赖 这样子的意思 比如说 学生 学习的时候 要依靠 老师 依靠他的 这个科本 依靠他的同学 和家长 就是依靠他们 在这个学校里面学习 同样的我们学佛的时候 我们依靠释迦牟尼佛 依靠释迦牟尼佛的佛经 然后依靠释迦牟尼佛的 这个弟子 学习 然后就学习佛法 所以我们要依靠他们 不依靠他们 比如说我们也不依靠佛 也不依靠佛经 也不依靠僧中 我们什么都不依靠 我自己去学 怎么学呢 没办法学了 所以就是要皈依 对对学习的 没办法学习 没办法学习 主意当 或者依靠 尊穿 就是社长达 学习 教育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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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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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习 如果我们 也不愿意 这三个对我们的修行 对我们的学习来说 一样的重要 三个都一样的重要 比如说没有佛 没有佛那谁来说法 谁来传法 我们学什么呢 所以佛非常的重要 如果虽然佛出世了 但是佛不转法论 就像当年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的 七七四十九天当中 佛没有讲法 一句法都没有讲 就像这样子佛出世了 但是如果佛不穿法的话 那我们虽然佛出世了 但是我们什么都学不到 我们自己的生老病死的问题 解决不了 所以法非常的重要 如果佛出世了穿法了 但是这些都是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事情 如果没有生中的话 我们今天的人怎么学呢 虽然佛出世了 但是佛已经远及了 我们亲眼看不见 看不到这个佛 给我们传法的佛 然后佛虽然是留下了大量的佛经 但是这些佛经 我们自己去看也看不懂 所以需要这个僧众 尤其是这个传播佛教 这方面呢 我们今天的人学佛 是完全都要考这个僧众 所以僧众在我们学佛的过程当中 起到了最最最关键性的作用 所以我们不靠僧众 怎么学佛呢 所以这个都是一样的重要 我们都要靠这些学佛 在我们的研究中 一切都要靠这些佛 是一个重要了 来说 如果我们没有人的佛 我们没有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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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研究能力 使我们都要靠它 也不会不会 也不会 如果我们的佛 有福音 如果他没有人的教育 如果他没有人的教育 for example in the first 49 days after his attainment of enlightenment he didn't speak, he didn't say anything if there had been no teachings then the Buddha's manifestation wouldn't have given us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his teachings so the Dharma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this regard then even if the Buddha had manifested he left behind a wealth of teachings but there was nobody to teach them there was essentially nobody to impart these teachings to us in our current age then it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properly study the Dharma in fact as students of the Dharma today we're completely reliant on the Sangha the students of the Buddha for teaching the Dharma and spreading the Dharma so we can see that in the course of our Buddha study that each of the three gems the Buddha, the Dharma and the Sangha are equally important 比如说佛法 就像好比是一个自来水的水库 水库里面的水 然后呢 从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最根本的上师 之前的一代一代的这些上师呢 就像这个自来水的水罐 水的管道 然后呢 然后呢 利我们最精的啊 就是也就是我们的根本的上师呢 就像水龙头啊 就像水龙头 那么这些都需要的水 水库里面的水也是很很重要 那然后这个管道也非常重要 但是利我们最精的啊 利我们最精的我们可以去操作的啊 这个就是水龙头 所以水龙头呢 在这个中 这个这些都很需要 但是水龙头离我们啊 最最紧的啊 所以呢 这个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佛法和这个传承的上师 还有我们的根本的上师 这些都很重要 但是呢 离我们最紧的啊 就是像水龙头一样的 是我们的根本的上师 所以呢 上师跟其他的这个僧众 对我们自己而言 稍微有点不一样 所以把它分开啊 作为第四个皈依的话 也是可以的 从理论上完全是可以的 但是呢 不分开啊 就包含在这个僧众里面啊 也可以的 这个都不矛盾的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啊 这个十鬼一和三鬼一 其实都一个意思 就是这样子的理由啊 这些都是为什么要皈依的理由 我想这个我们也要了解一下 像皈依这样子的最最最基本的啊 基本的这个知识 我们很多人也不知道啊 是我们缺乏了这个系统的佛教的教育啊 所以我们就是不知道 就是不是没有人学法 就是不是没有人想学佛 有很多人想学佛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这个 教育啊 系统的教育 这样子以后呢 大家都没有办法这么去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学 大家都很猛然 suru can also be encompassed within the notion of the third gem, the Sangha. So whether we talk about the third three objects of refuge or four objects of refuge is ultimately the same. In any case, I think it's extremel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sons why we take refuge. This is something given a lack of systematic study that many people don't have a very clear understanding of. Many people have great interest in becoming Buddhists and studying the Dharma but are quite often very confused or unclear about how to go about doing it.